今天介绍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当现在人人都吃金钻凤梨 吃到有没有少少害怕的感觉 现在可以转一转吃这个 西瓜凤梨 西瓜凤梨暂时来说是台湾 最大 体型是最大的一个生骨 今天就选这个 来切给大家看 有时候有些客人就说不懂 用我自己的方法 当然 世界有很多开菠萝的方法 只不过这个我其中一个 自己比较容易一点 这个有少少损耗 所以开这个 因为开完整的有机会吃完 通常开菠萝前要做什么呢 菠萝前先银好兔 有兔的 我建议在水喉底下洗一洗 洗一洗 因为切的时候要手触住菠萝 切头 头耳切尾 以前老人家有介绍过 要起钉 钉不需要钉不深 因为钉不深 沿着一边切 像批皮一样 不需要钉不深 其实不需要钉不深 钉不深 我喜欢用这个方法 简单 方便 切 切得很少 你喜欢这样吃 也没想到 刚才忘记吃了西瓜凤梨 这叫西瓜凤梨 因为它像西瓜一样大尺 但是这个凤梨很有趣 它有淡淡的芒果香味 刚才也说了一点点选号 就是这里 有时大家开到这些情况 不用怕的 我先开一下 我先开一下 有些人说 哇 你浪费了很多菠萝 其实起钉不是一样 同一道理 起到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要把上去 好 你刚才有点 没有了 切了 一开二 台湾菠萝很有趣 看 它的芒果香味 像没有芒果香味 而且中间这条 正常菠萝是白色的 台湾菠萝比较少 切成小的 切成形狀 我自己喜歡的 我自己隨意的 通常這樣切 如果在家裡 整個玻璃很大 我會圓條 包裹保鮮紙 放入急凍冰箱 拿出來就像吃菠蘿雪條 原汁原味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走開一點 先嘗嘗 人家第一個問問我 我跟他說 我自己這個味道 有一點點酸都沒有 但當然吃到 菠蘿味會帶有菠蘿的香氣 你要記住 我先嘗嘗這條 通常菠蘿 一角切出來 就沒什麼不停吃 為什麼要起釘和起心 我嘗嘗這條心 我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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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少硬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 吃得 所以大家 我覺得 是不需要 切掉 是的 嗯 但這條心 就淡口了一點 我嘗嘗 西班鳳梨的甜度 是比一般菠蘿更重的 為什麼呢 它去到17度 所以比較甜 而且吃了這麼大 所以我真的建議 大家可以 成舊 放進急凍冰箱 包補鮮子 放進急凍冰箱 就可以當作雪條吃了 另外就可以怎樣吃 即當作生果吃 吃了 吃了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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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 就跟大家介紹這個 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